又是肺甲信先生这个节目 今次 怎么都要讲 香港队 在讲的过程里面 我们对曼联爱之心扎之切 在此 因为曼联也躺着中枪 因为想从香港队进及周杯决赛 反而有点启示给曼联 但今集主角仍然是香港队 首先 在香港队对印度前的10小时左右 大家都留意着巴勒斯坦对菲律宾的动态 结果巴勒斯坦 不负所托 4比0赢了菲律宾 造就香港队提前出事 令到香港队对印度只是变成一个真首名的例行公事 其实 说回亚洲杯外围赛 香港 我们知道了 和印度 阿富汗 柬埔寨同组之后 排面上我们看似很乐观 但是在疫情底下 和印度近几年来的进步 我们都觉得出线也不一定十拿九云 所以 今集第一部分 我们先说出线背后 香港究竟克服了多少的困难而出线 第二 大败给印度 0比4之后 其实 香港 我们照可以庆祝提前出线 但是 当然前年 还有万万长的路要走 可恨的是 有一年的时间 给我们的新水安打神 去改善球队的不足 第三 就是一个展望 展望其实是刚才第二部分延续来的 我们希望 究竟香港现在如何善用 我们现在拥有的优势 即是 既然第一步 我们出线到亚洲背决赛咒 那么 去到2034年出线世界杯 究竟是不是梦呢 我们都可以谈一谈 好 节目开始之先 我们就讲一下 譬如说 我们这本《竹方香港》里面 主角之一 叶洪辉 昨天也有上阵 昨天也有上阵 我们这个 英雄 英雄在后面 我们 我们 我们一向的后防 香港队 不用担心 叶洪辉总会交到的水净表现 即使是 即使是 即使是昨晚对印度 大败也不例外 但其实呢 叶洪辉在赛后 亦都提过 在Facebook 社交媒体 觉得 来到引导之旅呢 他就不想再提 希望 他说回忆 球场的一切 但是球场 爱的东西 他就不想多想 其实香港队 克服了好多的 一个伤病问题 如无意外 徐云杰和肺难道 是确诊 这个肺炎 因为众所周知 大家 徐云杰 徐云杰是一个 挺灵活的后卫 在李文 在李文的日子 大家都见过他的 防守功夫 还有那种灵巧 费难道 曾经拿过4秒 香港足球先生 即使他经历过 一些大伤走下坡 他在 香港队左边 和在风扇之间的 突破能力 和运球的能力 仍然在 港队上了数二 可惜他上阵不了 这个已经是 第一个要克服的问题 第二 香港队甚至在 对印度的赛前 要征召 南区的年轻门将 五位谦到后面 因为三位门将 保罗 王振铒 和阿辉 叶豪辉 都有不弱而同的 一些不息的问题 最后 叶豪辉都在 这两场赛事 对柬埔寨 和对印度 上阵 加上一些 大大小小的双兵 中超球会 不放人去参赛 因为他们的联赛 开始不放人去参赛 令到香港队的人脚 都少了选择 我们想说回这些原因 其实香港队已经克服了 他们的情况 因为 巨报是很多人 舒服的 水肚不复 甚至 曾经 曾经有一个病症 幸好 除了刚才说的 肺难度 那么强烈之外 再没有人感染了 感染 肺炎 含药 这是 不幸中之大行的 结果 我们 顺利地 以2比1 击败阿富汗 3 3比0 击败柬埔寨 最后一仗大败给印度之后 我们仍然出线到 2023年6月举行的 亚洲杯决赛周 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玩一个大败的启示录 对印度输0比4 其实 记得 有一年的亚洲猪血杯比赛 杰志在主场试过2比3 不得印度的斑加罗尔 最后也不影响他们出线 但是 一个警号来的 就是当时 因为以前 无论香港足球代表队 还是球会 例如你 神禧 对邱吉尔兄弟 基本上 要取胜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是我们看到 印度的比赛水平 印度的足球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单单昨天 我们输0比2的球 就是 我们对方队长 11号 有印度球王之称的 查迪尔 那个 右脚 右脚控球下来 然后 随即用左脚射入球 以及他突破越位的攻架 我们大家都坦为观视 不愧 他 120多场国际赛 入了80多球 你可以说三场入两球 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他当中 很多队弱队 身上取得也好 但是 证明一件事 查迪尔 那个 37岁 仍然的攻击 体能亦都可以 可以撑到他接近80分钟 可想而知 其实查迪尔本身的攻架 自己下了很多功夫 这是值得香港球员去学习的 我们昨天看到 香港队 是很狠用球去逼抢 用球突破进攻 甚至交球分球 甚至完成底线全中的一球 其实 港队在展开的围赛前 与马来西亚的一仗 面对对方的压迫 踢法是吃不消的 所以对印度输球是一件不奇怪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队的 左右两队 始终他们 可以说 他们肯助攻 他们肯出球 但是他们本身的 防守的能力 未到顶级 其实 我们想起 曼联 曼联的 左右二队 巴西迪尼斯 和右闸达诺治也好 他们有助攻能力 但是 他们的防守能力 是一般的 其实 香港队在之后 除了操练防守 可以多花功夫的时候 我们看看 譬如徐云杰 能否复出 又或者 本身 左右两队 能否得到进步 也是 香港队能否持进的关键 而 中间 我们这次 无用入籍兵 即是 谢家强 冯兴华 余伟廉 其实 特别是余伟廉 其实是 对的时候 给多些机会 他锻炼 我们看得到 其实香港队 是有些方面 比起印度 是欠缺火候的 譬如说 迫抢 譬如说 反手围攻 就是处理突击 利落的程度 其实可以 值得 香港队去学习 就是昨天印度 反击的 利落 我们从对手 去学习 去改善自己的弱点 其实是 未尝不可的 我们可起是见到 我们是会记得 无论是 安永佳 做到一个中方的角色 就算是在底线 甚至给对手力 都能传球 谷刑制 亦都 趁后上出了一些 漂亮球 甚至给到一些直线 是令我们 留下印象的 黄威 以为他可能经过外借的生涯 原来未必是一个低潮 黄威在场上发挥 只要他 给他自由度 他肯突破 和在中前场做一个桥梁 他仍然是一个好用的球员 至少他越独的球赛能力 你见到是有进步的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 我们继续期待 他们在香港队 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好了 这次大败 其实启示到 香港队还有很多不足 刚才说过 反手为攻的问题 本身的防守力量 都不是很强的 一遇到压迫和压迫强 速度比较高 即行军速度较高的球队 就会有一点现形的感觉 我们趁着还有一年时间 那究竟在疫情 还未完全消退下 香港队如何安排备战呢 例如趁这个国际赛期 我们即及早趁这些时候 去约战多些球队 特别是 如果公布了分组名单 我们可以约另外一些 踢进新决赛周 而不是同早的球队去有赛的 当然防疫限制都要关注 但是香港队我们看到 是需要透过更多的比赛 去获得进步 而对马来西亚这一场比赛 正正如果香港队 不安排任何备战 没有经过对马来西亚的洗礼 就根本不会有这次出线的戒绩 好了 另一个展望就是 究竟我们 比如说在设施 比如说在设施 设施兼建好之后 那如何跟现有的香港大球场 旺角大球场 将军澳足球训练中心 等于比赛场地 甚至一些训练设施 如何去运用 如何去配合 因为现在说 香港是出线一个大型比赛的决赛周 可以说紧似这个世界盃 那我们应该在备战上 可能给到香港队多点的弹性 让他们可以专心去踢球 练习 还有利用 利用中超球队的修理时间 其实也不妨 若战中超球队开赛 始终我们撇除这个整件也好 但是始终我们踢球 有一些比赛的风格 大家的体型上 大家的踢法上 其实某程度上是接近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好好利用 和中超球队去拍跳的一些机会 经过今次 香港队 这次虽然未能够以全胜 去写上 为亚洲杯外围赛资去画上句号 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希望 但是一年之后 我们的期望就是 除了大家球迷 也可以去延场观战 现在很大机会是日本或难行 巨报 但是我们究竟一年后 我们的期望不是想香港 进入到陪跑分子 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有得拿一分 有得拿一个人球 都是好事 但是这一年 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不妨在留言上 给个答案 给个答案 大家如果见到我们 就是欣赏我们的节目 就不妨订阅 按个小钟 收到我们的节目的最新通知 我们目前 逢星期二、四、六 都有我们的节目 今集《废尔及信息则》 来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